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今天台湾股市开始止跌 如我们所预测 昨天就已经有跟大家报告 台湾股市在往下跌 基本上跌不了太多 台湾股市没有这么烂 不会一直往下做下跌 所以昨天其实就有跟大家预告 然后呢 台湾股今天继续涨 我们最近从过年 新年之前2023年开始 我们其实一路都在讲 我们从9月份 10月份 11月 12月一路都在告诉大家 航运股你可以持续来看 你可以持续来做布局 那我可以很敢跟大家讲说 我是市场上最早讲的 航运股的 其他人9月份的时候 在跟你讲什么 在讲AI股 跟你讲AI股怎么样 回档就是买点 请问一下回档是不是买点 回档不是买点 回档了之后 就再也没什么涨了 对不对 再涨也涨 没有很多 马上又被打回去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其实我在看这个市场上 很多的这些资讯 我们是很专业的 那比市场上其他一般的这些老师 我们更专业一点 因为我们更早讲 对不对 那跟大家讲航运股 昨天还看到一个新闻讲什么 讲说 讲说航运股不要再去追了 这是放在雅虎上面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资讯一定要胜选 对不对 一定要胜选 有些人你去验证个几次 你会发现他怎么讲 跟整个市场上的这个感觉 好像不太一样 对不对 航运股今天一早就想有一个新闻 讲说什么 我们前几天也是一直在讲 这个航运股的事情 讲马斯基对不对 讲说航运股这个上海集装 集运指数 12天连标 百分之一百六十 突然就涨 一下子涨很多 然后呢 马斯基怎么样 因为就是马斯基 上一次跌是他的锅 对不对 复航周二计划 周二申变 宣布继续暂停 昨天也跟大家讲 继续暂停 所以我就是怎么样 航运股当时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马斯基要行经红海 搞笑 很搞笑 然后呢 然后我跟大家讲什么 我讲说这个东西啊 绝对不会是让他 他能够如他所愿啊 结果后来什么 长荣阳明是不是没有继续 跟着他这个 同步要复航 甚至其他国际上各大什么 航运公司 都没有跟他一起 要开始要复航 所以你就看到 后来船被攻击了 船被攻击之后呢 美军马上去救援 现在终于有怎么样 终于不再这个 坚持他的计划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跟大家讲背后 可能有一些很奇怪的阴谋存在 到底是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我认为这个他宣布要复航 动机本身不单纯 之前就跟大家讲了 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找到 但是我之前跟大家讲 你现在这个 人家拿着导弹对着你的这个商船 甚至直升机要飞到你商船上面 直接抢你的船 然后你还宣布说要复航 本身动机就很有问题 所以当时造成这个航运股全面下跌 我就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我讲到这个下跌 不会是真的 不会是真的 那今天看什么 阳明爆量22万张大量 非常非常的大量 非常非常多 然后今天一度怎么样 阳明一度要涨停板 对不对 万海长荣都一样都涨 都涨很多 我们来看这个图 长荣的部分怎么样呢 长荣的部分今天继续往上涨 今天又创高到165了 不好意思 各位朋友我们赚50块了 那之前有没有跟大家做分享 有跟大家做分享对不对 包括前面什么万八街曼谷 再来什么 还有这份飙风再起 我们两份研究报告都有跟大家讲 讲说什么 长荣都有讲 那当时你看长荣 这个时候给大家还有什么 才获利20几%对不对 现在已经获利40几%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们的报告有没有用 那你越早拿到我们的报告当然越有用嘛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为什么你不来拿我们的报告呢 我们拿报告又不用 又没有给你收费 是免费送给各位朋友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 提供给大家的资料 绝对是认真来挑选 认真写出来的资料 非常的有用 所以大家把握机会 那航运股走到这边走完了吗 还没走完嘛 还没有走完嘛 还会继续攻啊 你看今天虽然说报大量 但问题是 有没有开始出现一个反转的这个状况出现 没有 而且2024年整个景气开始出现循环 现在景气是不是要越来越好 对不对 那大家可以看嘛 景气开始好 这个整个上涨段都还没开始走完 还会继续涨 还会继续涨 在台华的部分呢 台华也是一样嘛 马仕基宣木鸿海嘛 就暴敌了 暴敌了 但是为什么不像长荣有继续往上涨 本身体质比较差 本身体质比较弱 而且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个地方是上面其实有遇到这个之前 2022年的时候崩跌下来那边有压力区 所以你就看到一下跌 跌下来跌很重 然后资新 虽然说今天有时候有一万块 接近一万张 9807张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价钱 还没有直接推回去 因为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有很多人 那一次因为马仕基 又让他套牢了 包括前面这边我当时有跟大家讲 很多上影线有没有 然后有跟大家提醒 这么多的那个卖压出来 解套的卖压出来 可能会需要回档一下 结果没想到是马仕基让他 突然发布一个消息让他出现一个 跳空暴跌之后然后继续往下跌 但是我有跟大家讲跌下来之后 没有继续延伸 所以是什么是一个虚跌是一个跌是一个假的 因为他本身跳空跌下来这么凶猛的这个跌式 跟这个整个这个经济环境的状况 整个都不一样 他不应该是这样跌法 所以跌下马上就在这边恒盘连续恒盘几天 连续恒盘大概六七天 六七天今天开始有往上攻了 所以还是一样 整个会跟着这个长荣 继续的带动继续的往上做一个上攻 在阳明的部分今天你看到没有 报大量直接上去了 也是一样马仕基宣布跳空下来这边恒盘 今天又报大量但是是什么样 虽然说什么二十几万张 但是我跟大家讲这边是几张 这边有三十多万张 三十多万张 高点过了 高点以后过了 所以接下来还是有机会继续攻 但是现在有一些卖压出来也是一样 22年上面其实很多人的套牢都套在上面 所以现在21年到22年上面很多人套牢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涨上去 会有人想要做这个解套想要卖出 所以这整个走势就开始出现 有些这个压回 但是问题是今天整个涨势还是非常凶猛 今天涨势还是有6.1% 所以还是会持续攻民 透天都还有机会 再来是望海一样 望海之前跟大家讲过 三个里面 三雄里面最弱的 是不是 三雄里面最弱 你看今天涨上去马上又压回来 至少3.64 整个这个整理区域还没有脱离 还没有脱离 当时这边跌下来是因为 我有跟大家讲 商兵其实整个盘整区 他盘整的这个格局就比较差 然后呢 前面压力区 这个上面的人套牢解套 所以 回档回下来 马上就回下来 然后在这边重新又做整理 今天到今天为止 虽然说这个 长龙阳明涨上去 但是万海是持续在做整理 整个走势会比较慢 然后等到他整理完 需要时间 不会这么快 再来星星的部分 星星的部分 昨天还特别提醒大家 对不对 昨天还提醒大家 我们成本在这里 涨上去之后回档 你适时条件 然后跌下来之后呢 这边连续跌了多久 跌一个多月了 我跟大家讲 可以在这个附近 找这个买点进去做布局 这个线昨天都有画 之前在上个礼拜 还在之前都有画 有告诉大家现在要进入整理 对不对 结果今天跟着这个继续涨 闪庄航运今天也涨 所以我跟大家讲 其实整个航运股 在接下来的走势都非常强 大家可以持续来做一个关注 市场上很多人 甚至有人在雅虎上面告诉你 航运不要再买了 现在很危险 是谁我就不讲了 那大家自己去找嘛 好不好 但是问题是我就跟大家 慎选资讯真的是非常重要 一件事情 尤其在股票市场 你看对资讯 看错资讯 真的会差非常的多 好那我再来最后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资料还是在持续给大家 这是这个今年第一季 哪一些标股 我特别选的 放在这个里面 哪一些最有潜力的 2024年 会一路能够带你 继续的 来做一个成长 你的资产 让你的资产能够成长 让你的资产甚至有机会 做一个翻倍的状况 出现 所以资料非常重要 大家欢迎来索取 好不好 那我们这个连结下面这个资讯 来连结 或者是你到LINE上面 来询问 或者是你到LINE上面 有时候我们也会告诉你这些资讯 其实都有讲 都有讲 都欢迎大家来索取这份资料 这份资料真的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来索取 我会告诉你 2024年标股名单 好不好 那就欢迎大家来看 好那最后来跟大家讲 昨天就跟大家讲这个事情 昨天讲什么 昨天这个台信同雇的这个副总 黄文青就跟他讲跌的差不多 为什么特别拿这个新闻出来讲 就是因为我觉得也跌的差不多 昨天到 节目上都有跟大家来报告 跟各位朋友来报告 觉得已经跌到好跌的超跌 然后昨天我甚至跟大家讲什么 讲说17500 这边会有人死守 对不对 今天有没有死守 今天有死守吧 对不对 然后今天你可以看到什么 今天这个另外一个新闻 工商 工商的新闻 讲说这个 今天1点22分放出来的 外资提款 外资提款 很多高价股 包括联发科也 跌破1000元 对不对 千金股又比较少 又减少了 但问题是什么 这边重点 刚刚重点 外资提款 最有这个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这个 上个礼拜跟大家讲 大摩讲说什么 看好联电 对不对 上个礼拜我还在讲这个事情 我还在讲说大摩他们非常的坏 目标价55块 优鱼大盘 目标55块 然后叫你加码 对不对 叫你加码 结果联电在上个礼拜到哪里 54.8 54.8开始卖出 大概3万多张 而且怎么样呢 虽然说有卖出 但是确实有这样股价回档了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他其实没有破坏整个格局 我跟你跟大家讲 他是只是从 我就跟大家讲 是一个三流超凡手在卖的嘛 然后还特别放新闻来做一个炒作的动作嘛 那金管会要不要去看 这是金管会的事情 问题是什么 他现在跌回来跌到50块 下面是什么重新盘整的地方 对不对 猜从哪里 50块涨到54块 你就赚4块钱嘛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很三流 是不是这个做法非常的好笑 那我就跟大家讲嘛 那这一次到底是谁在卖 非常明显 非常的明显 那我就跟大家讲 你就自己去看这些新闻 有时候整理出来 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很有趣 然后连同他们这个先动手之后 在美股也跟着一起 在卖出 所以 很明显当时就跟大家讲说 应该是外资 那你看17500这个地方是不是死守 昨天其实就跟大家报告这个地方会死守 你看今天有没有跌 试图想要再往下跌 但是慢慢的已经跌不下 今天整个K线 已经变成这么小一支了 明天是什么呢 明天最重要是这个晚上会有这个飞龙就位数据 所以明天这个走势也是非常重要 那我跟大家讲 基本上我认为明天会出现反弹 那我们就持续做追踪 那明天我就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明天再见 拜拜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现在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